我們看這題 他說小王將從大學畢業 他與兩家公司求職面談後 評估獲得A公司的 工作機會是0.8 從B公司獲得工作機會機率是0.6 他兩家都能獲得工作機率 他相信 兩家公司都會用他的機率是0.5 那麼他問說 DA小P 他至少可以從兩家公司得到工作的機率多少 至少有一間 也就是說 A或者是B A或者B,至少有一間能夠用他的機率多少 那這個當然就是 A的機率 加上 B的機率 減掉P A交B的機率 P列是0.6 加0.8 P列是0.8 P列是0.6 減0.5 所以這是0.9 至少有一間 我們看 B小題 B小題 在A公司提供工作的情況底下 但卻未得到B公司工作的機率有多少 在A公司 提供工作時 B公司沒有提供工作 他的機率多少 依照定義的話 依照定義的話 PA PA B B 加 A A B 0.8 0.8 0.8 扣掉pHB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0.8分之 0.8 減0.5 所以是8分之3 這是8分之3 答案就是8分之3 我們把它算一下 38,0點多少呢? 3824 60 7856 40 5 就0.375 好,再來我們看看新小題 新小題的話是說 在V公司 公司 會提供 這個工作機率的情況底下 他也會得到A公司的工作機會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就是P V bar 然後是P A bar 且 V bar 這個 這個P 就是E減掉多少呢? E減掉P 這是0.2 沒有,0.4 E減掉0.6 這是0.4 0.4分多少呢? 然後P 然後P A bar 且B bar 這個等於多少呢? P A或B 8 等於1 至少 有一家 A或B 剛剛有算過 是0.9 1減掉0.9 所以是0.1 所以是4分之1 等於0.25 等於0.25 0.5 5